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鬼谷 第五部 神女心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十八集 刘欣和陈杰请假 暑假里生病的赵雪有急事要他帮忙 陈杰也准嫁了 左住汉豪大厦之后 风君子已经等在门外 风君子伸手要打车 被刘欣拦住了 才挑了在汉豪门口排队的一辆出租车 这辆车的司机张师傅 刘欣很熟 坐他的车也放心 车到了楼下的时候 刘欣特意叫张师傅在外面等着 刘欣的心眼 风君子知道 这个女孩子不放心自己 风君子也不知为什么 这个二十九号小姐对自己印象似乎非常不好 杨阳还躺在床上 看上去迷迷糊糊的神志不惊 左手大拇指上仍然带着风君子的那个翡翠纸环 风君子伸手将这个纸环摘下来 仔细看了看 没什么变化 又看了看躺在床上的杨阳 还是那副半梦半醒的样子 站在一旁的刘欣一直死死盯着风君子的动作 见风君子从杨阳手上摘下一个翡翠纸环 而这个纸环他从来没见过 忍不住开口问他 风哥 你找到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吗 真的是你的吗 风君子哭笑不得 你看我啊 像是一个骗小姐东西的人吗 是不是我的东西 你把杨阳叫醒过来 问一问不就知道了 刘欣用手推着杨阳的肩膀 喊他很多声 而杨阳只是迷迷糊糊的 如梦一般说了几句话 谁也听不清楚 怎么也不肯睁开眼睛 刘欣转身问风君子 风哥 你不说把东西拿走了 杨阳就没事吗 他怎么还这样啊 风君子皱着眉头 不知道如何解释 他干脆又把纸环带回到杨阳手上 然后小心地伸手揭开杨阳的左眼皮 只见杨阳的左眼白上方有三道如青筋般的血丝笔直的上冲 风君子倒吸一口冷气 向后连腿两步 口中嘀唬说 他真的中血了 你会告诉我 他叫什么名字 你不是知道吗 他叫杨阳啊 我问的是他的真实姓名 我还知道你叫星羽呢 这是你的原名吗 风哥 你问他的名字干什么呀 刘欣不知道风君子想干什么 显得很有戒心 风君子看了他一眼 医生问他 不知道你们过去有没有一种习俗 小孩发烧 说胡话的时候 家里老人去门口喊他的名字 风君子这话倒是问对人了 刘欣小时候确实听说过这种习俗 他有点不安的答道 他叫赵雪 赵前孙女的赵 下雪的雪 我喊过他的名字 他也没答应 风君子点点头 又说 你不知道该怎么喊 你得远点 捂上耳朵 把门关上 我来试试 刘欣退到门口 却没有把门关上 风君子站在房间中央 面对赵雪闭上眼睛 开始深深地调整着呼吸 去找入境的状态 刘欣见风哥站在那里 好久没有动静 忍不住想过去看看 就在此时 风君子突然登开双眼 口中突然发出一声断鹤 赵雪 这声音 自从丹田滚出 响亮而浑厚就像一声惊雷 这声断鹤真的刘欣耳中嗡嗡作响 他吓了一跳 腿一软 差点坐在地上 这间床上的赵雪睡梦中皱起眉头 发出几声呻吟 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刘欣揉着胸口 还没反应过来 风君子又发出第二声断鹤 赵雪 这一次声音比上次要短 但是却更加震耳 就像有人在刘欣耳边踢个二踢脚 刘欣赶紧捂上耳朵 刘欣捂上耳朵之后 这间风君子又深吸一口气 脸色也红了 他发出第三声断鹤 这声大鹤 趁着这个房间的空间 似乎都在不规则地窜动 连窗户上的玻璃都发出共鸣的回音 就在这个时候 床上的赵雪 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睛 细声细气地问道 谁在叫我 就在赵雪睁眼说话的一瞬间 风君子上前一步摘下赵雪手中指环 紧紧地握在自己左手心 这时候 刘欣赶将捂着的耳朵给松开 喘着气说 赵雪 你终于醒了 刚才 到底怎么回事 我刚才睡着了 从来没睡这么下 我怎么回家了 风哥 你怎么在这 是你送我回家的吗 风君子摇摇头 不是我送你回来的 我听说你病了 来看看你 赵雪的样子还没有完全清醒 她从床上坐起来 看着刘欣问 刘欣 我病了吗 刘欣点点头 赵雪 今天早上时候 你就迷迷糊糊的一直不清醒 回家之后就躺在床上 叫一叫不醒 刚才是风哥把你叫醒的 赵雪要看着风君子 大概还没想清楚怎么回事 下意识地说 谢谢你风哥 还能想到来看我 一边的刘欣 心中暗自说道 现在干什么 她也不是什么好心 不过想来拿回东西的 昨天还是我送你回家的 你怎么不信我呢 这时就听风君子说 赵雪 你没事就好 好好休息吧 不打扰了 说完转身走出房间 然后就听见关上大门的声音 风君子这么急急的就走了 赵雪 刚才风哥拿走你手上一个翡翠纸环 忘了跟你说了 哦 那个褶环本来就是他的 那真是个好东西啊 没有那个褶环 我还不能睡这么香呢 刘欣你知道吗 到时候那个褶环之后 就听不见 急于中心的一些声音了 这风哥 还真是个高人啊 高人个屁 不是因为他那个褶环 你也不会中邪了 不对 风哥跟我说 花钱买回去的 怎么没给钱就走了 难怪跑那么快 如果风君子听见流星的话 肯定会气得想骂人 如果不管赵雪的话 他本来可以拿一干干净净的置换 结果为了帮那个叫赵雪的女孩 却不得不带走一个阴魂 风君子走得急 甚至没有详细问赵雪的情况 那是因为他心里有失 赵雪睁开眼睛说话的那一瞬间 风君子又摘回那个戒指 拿在手里就感觉不对 一个翡翠本来就两三克重 可是 拿在手里却感觉沉了不少 有一二两重 本来二两东西不算什么分量 拿在手里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是 对于这样一枚只要还可就不一样了 白金的也没这么重啊 何况是突然发生的 风君子当时就知道有什么东西被锁在指环里了 他的同学师也说过 这个指环的外圈能够辟邪 内圈能够锁灵 看样子这一次是真的锁住了一个幽灵了 在民间传说之中 包公包大人能审阴阳两见 过去有一处很出名的戏剧叫做乌盆记 讲的是一个商人被人谋财害命 罪犯了为了毁尸灭迹 以血肉霍泥烧着成了乌盆 后来有人买这个乌盆 回家之后听见乌盆说话 对他讲述了自己的冤屈 后来这人呢 将乌盆拿到开封府 包公审乌盆断案 怎么 风君子 你也要让常武学包公吗 这是在常武的家中 风君子宋教授常武三个人 为作一题 谈论包公沈阴魂的事情 刚才说话的人是宋教授 听了宋教授的话 常武好奇的问道 包公的戏 我听过黎毛幻太子 渣美案 但是没听说过什么误本记啊 风君子查话说 你没听过很正常 海瑞罢官你总知道吧 这可是一出有名的大独草 乌盆记 天雷暴 都是传统戏目 文革之后呢 就没人演了 我也仅仅知道两个名字 你说呢 也被伟大领袖 点名批判过的大独草 常武说 这怎么就成大独草了呀 宋教授笑了 原因比较复杂 可以说是太复杂了 但是表面的说法是啊 这些传统剧目 宣扬 因果报应 是风剑迷信思想的残余 常武看了风君子一眼 也笑了 哎 风君子 乌盆记是独草 那你写那些鬼怪小说 又算什么呀 岂不是大大的独草啊 风君子瞪了常武一眼 别管独草不独草了 今天找你们来呀 就是要演一出乌盆记 宋教授演公孙策 常武演报公 那你演什么 风君子美好气的说 我演乌盆 事情是这样的 风君子拿回那枚指环之后 就知道指环里多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让他很难受 其实他是有办法把这个东西送走的 也就是送这个阴魂去往生 但是风君子又不想这么做 这样做就意味着这个阴魂 生前的秘密也一并带走了 风君子知道 在汉豪洗浴中心 可能发生过可怕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 说不定对正在卧底调查的常武有威胁 所以决定把这个阴魂生前的事情 搞清楚 风君子的决定非常大胆 他要自己戴上这个指环 让阴魂附在自己身体上开口说话 他把宋教授和常武找到一起 和他们说了这枚指环的经过 以其自己的计划 常武担心风君子的安全 而宋教授就担心风君子能不能成功 毕竟 灵魂附体只是一种传说 人们都没有亲眼见过 如果真有这么回事的话 恐怕人们避之唯恐不及 难要主动招魂来附体的 风君子对他们两人说 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 就算成功了也不太安全 但是我有把握 我修炼过退心洗藏的入境功夫 虽然没什么大用处 但是却有一个好处 可以将自己的思想 推入到极慎的定性当中 而表面上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 如果这枚指环真的封锁住一个阴魂 需要我戴上这个戒指的话 这个阴魂就会占据我的表层意识 常武你要做的就是 让他开口说话 你们要注意 不要把这个指环摘下来 如果到时候我醒不过来 常武你要大喊我的名字 交到我答应为止 不过恐怕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宋教授说 那我做什么 风君子说 你负责记录我和常武之间的谈话内容 一个字都不要漏掉 因为我入境之后 是记不住外面的谈话内容的 宋教授说 这好吧 我还带了录音笔呢 假如 或者说假如 你真的出事了 怎么办呢 风君子说 如果真的有什么情况不对的话 打电话找萧老爷子 或者找萧云云那个丫头也行 行 我们开始吧 一切准备妥当 风君子坐在常武的对面凳子上 戴上纸环 这个纸环套在无名纸上显得沉甸甸的 并散发着一种阴冷的气息 拜好指环之后 风君子坐了几下深呼吸 缓缓闭上眼睛 风君子坐在那里是一动不动 宛如老僧入定 大概过了几分钟 常武和宋教授交换了一下眼神 咳嗽了一声 有一种威严的声音 对风君子闻道 也要什么名字 随着常武的话音 对面的风君子 缓缓的睁开了眼睛 他的眼神中没有往日的光彩 充斥着迷茫和困惑 一看就不是平日里风君子的眼神 他看着对面 一身警服的长舞 用一种不知所措的语气打道 我叫梁盈盈 你是谁 我怎么会在这里 这话 从风君子口中说出 却不是风君子的声音 听上去柔弱而精粹 赫然是一个女子的口音 常武和宋教授 都记了一身的脊皮疙瘩 同时也知道 风君子隐魂附体成功了 风君子打坐入定 不知时间长短 其实风君子十几年来 已经很少联系星座了 如果不是前一段时间 调查通灵筷子的事情 他恐怕也想不到自己曾经的入境功夫 这种情况之下 他一次入境很难坚持一个小时以上 这一次打坐 风君子觉得定境特别深入 却没有定坐中那种喜乐的感觉 处于一种似乎是深度催眠的状态 定境中的意识轰荡荡的 这一片空气中似乎隐隐约约有一丝不安 大概是真的因为这一丝不安 也就过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风君子就离地而起 汪君子睁开眼睛 摘下指环 问了一句 刚才情况怎么样了 他这一开口把常武和宋教授吓了一跳 常武站了起来 宋教授差点没摔到椅子下面 两人高声说道 风君子 你怎么说回就回来啊 打个招呼都不打 吓死人了 风君子说 我怎么跟你们打招呼啊 你们俩可真奇怪 鬼上师没把你们吓扰 我说话烦都把你们吓扰了 他告诉我 刚才我都说什么了 常武一脸阴沉 宋教授帝国几页指 说 我已经受大麻烦了 你自己看吧 常武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风君子接过几页纸 纸上记录的是刚才梁莺莺和常武之间的谈话记录 风君子越看 眉头锁得越深 看完之后 倒心一口冷气 有声小说 鬼谷第五部 神女心 第十八集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